吵架也是情感当中的一种交流方式 但如果总是吵 彼此不能包容 那就是你们情感的方式 一定走到了死胡同 看起来你们的情感 就是在往死胡同走啊 所以干嘛不给自己留条活路 女生其实你是个挺 掩饰不住自己感受的一个人 你太单纯了 所以她把你看得明明白白的 她觉得你每次吵架什么 生气也都不算啥 最后还是会被我改变的 这不是不结婚 现在也愿意结了吗 她现在的困惑是 怎么我弄着弄着中间 跳出来说又不想结婚了呢 但她心里始终认定 吃定你 你最后会听着她的 跟她成家 最后脸哄带骗 你再给她生个孩子 所以如果你想找一个 欣赏你的人 支持你的人 真正爱你的人 她不是 她只想找一个 最终成为她想要的 样子的女人 如果你还想保持自己的个性 那我觉得你要主动离开